俄乌战争开打超过两年 不仅量数十万人死亡 俄军至今还是在加大攻击乌克兰 而在各国援助乌国之际 俄国总统普丁祭出重磅发言 俄国总统普丁面无表情 话语却超挑衅 二十八号普丁向军事飞行员宣称 即使西方各国提供乌军F-16战机 也不会改变战况结果 普丁指出F-16可以携带战术核炸弹 俄方对此非常清楚 并将在作战中考虑这种可能性 此外普丁也强调 F-16战机无论在何地 都将是俄方的锁定目标 对此乌国外长库列巴表示 F-16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内送抵乌国 乌克兰和西方寄予厚望的F-16 已经进入参战倒计时了 对于这批F-16战斗机 乌克兰方面可以说是期待已久了 外媒报道 乌克兰最快会在7月 正式部署西方盟国交付F-16战机 但鉴于交付战机和培训飞行员等因素 乌国空军在春季过完前 只能先部署6架战机 而西方共承诺将给乌克兰 45架F-16战机 其实乌国苦求F-16非一朝一夕 在乌克兰以乌军缺乏制空能力为由 多次向西方国家要求提供F-16战机 去年8月丹麦和荷兰表示 美国已批准两国向乌国交付美制F-16战机后 没几天美国又宣布美军将亲自对乌国飞行员 展开战机飞行训练 同时英国丹麦等国也要参加对乌军的培训 时隔两个月美国又宣布少量乌国飞行员 开始在美国接受战机基础操控培训 最后在本月22号首批乌克兰飞行员 在英国完成战机基本训练 将赴法国参加高级培训课程 俄乌战争不见尽头 乌军急急盈盈求战机 就是想搬回一城夺下胜利 三零新闻临时期报道